今天是大年初四 也是春節連下倒數第二天 高空局預估 今天國道交通量高達133百萬車公里 那麼尤其北返車潮將達到最大量 也預測今天中午過後 就會開始陸續湧現車潮了 而部分路段像是國道1號 國道3號北向路段 還有國道5號北向宜蘭道平臨路段 還可能塞到隔天凌晨 小喝車走走停停 歸宿前進 國道5號大年初四一大早8點開始 北返車潮陸續湧現 平均時速只有40公里 雪碎更一路回堵3公里 國5的部分截至在早上9點 北向通過雪碎交量 已經達到1.7萬次了 而北向目前跟109年春節比較 是增加了5%左右 會用設置隔夜的狀況 春節連假進入倒數 許多民眾準備收假 高空局預估國道交通量 會來到133百萬車公里 其中北返交通量 會高達7300萬車公里 也是北返車潮最大量 退市中午過後 國伊北向西羅到蒲岩 南屯到厚里 苗栗到湖口 國山北向 大山到香山 國四西向 潭子到峰市 以及國五北向宜蘭到坪林 都是重點塞車路段 甚至有可能一路塞到隔天凌晨 中部地區呢 在國伊的西羅制蒲岩系統 早上已經目前有些車多的狀況 今天大概是一個北返的最大量 會是我們1.6倍 從下午1點到6點 國道部分北向入口 也會實施高承載管制 建議可以走替代道路像是台61線替代國一國三 國五則是可以多利用台9線避開塞車路段 免得塞車壞了心情 記者魏田王春明綜合報導